这一期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番茄寿粉的问题 大逢种植这些话呢 因为你没法借助于疯传 然后昆虫去传播 你只能去人工寿粉 目前我们人工寿粉这些话常见的 一般就是一个是点花 一个是烹花 最早的时候是点花 就是用毛笔 去蘸那个二四滴 方罗素这些东西蘸了以后呢 在这个花的果冰处 去点一下以后 去进行巨宿寿粉 现在呢为了方便 开始有喷花的药了 就是拿着喷糊 直接对花饼这些话去 喷一次就可以了 这两年呢有些朋友 经常说啊 喷花也好或者是点花也好 出现裂果的几率非常高 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实际上一个是呢 就是你药的浓度不合理 药的浓度呢 一般情况下我建议我们朋友啊 如果在高温的季节啊 最好啊是在厂家指导的量的情况下 再增加一些稀释倍数 你好比说啊 一瓶20毫升的药液啊 厂家指导的可能是在8斤 这时候呢温度高的时候 我们增加到8.5斤 增加到9斤 这样的一个量啊 再一个呢低温时期呢 你要注意啊这个受粉的问题啊 如果是在低温时期去 烹花点花的情况下就很容易出现激胸果了 所以说呢 最低温度的时候呢 我们能往后延长 尽可能去往后延长了 实在没法延长的话 那么我们也就没有办法了 然后因为番茄啊 受粉温度呢 是最低温度 不要低于8度 低于8度的情况下 肯定这个果形啊 都会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在里面 所以朋友们在以后的番茄受粉当中呢 要注意一些这些问题 还有有些人说呢 我们用熊蜂受粉行不行呢 熊蜂受粉是非常好的一个媒介啊 但是熊蜂受粉啊 它有一个缺点啊 因为熊蜂呢 它毕竟它是一个生物啊 它不是人类 它那个如果在温度过低的情况下 或者过高的情况下 它不出来了 它不出来的情况下 那你怎么去受粉呢 是不是啊 再一个呢 因为我们种这个番茄呢 肯定要遇到一些 好比早一病晚一病 灰没病啊 夜没病 这些病害我们肯定要进行 打药防治 但打药的情况下 一般目前的一些杀菌机啊 杀虫机啊 对哺乳动物啊 人类啊 一般都是低毒或者微毒 但是往往对蜂这一块 是一个高毒或者剧毒 所以说呢 熊蜂受粉 它也有一定的弊端在里面